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台股职博士 4点半到11点由微续替各位做一个解盘看盘 提供一些盘面上的一个方向 让你在今天的交易会有所帮助 有所帮助 我们先不看大盘今天涨跌 我一直强调 你在看分析节目的时候 或者是说你在网络上平面媒体 这些媒体去看一下分析的文章的时候 切记一定要看 它的分析会不会忽涨忽跌 会不会有一致性跟连贯性 这非常重要 有一致性跟连贯性的分析 对你的交易 才会有实质上的帮助 实质上的帮助 今天的东西会比较多 等一下我会再解一下 盘面上未来的看法 给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 不过我要强调一件事情 你要检视你的分析对你有没有帮助 第一个它是不是有一致性 它是不是有连贯性 最重要的它必须提出证据来 它必须提出证据来 有证据的东西表示 当下的分析人 他可以对你做一个负责任的态度的表示 我说过了 行情对与错 不是任何一个分析师可以去决定的 可以去掌控的 但是每个分析师都可以掌握 行情的解读的方向 这非常重要 掌控跟掌握不一样 掌控是他想要去控制大盘 掌握是我们去掌握大盘的脾气 他想要往上走 我们跟往上走 他想要往下走 我们跟他往下走 与趋势同行 这两者掌控跟掌握 其实意义是不一样的 大多数人想要掌控市场 所以大多数人必须输 少部分的人懂得了解 掌握市场上的脾气 他想要往上就往上 他想要往下 尽量跟着他的脚步走 自然而然你在交易市场上里面 你又活着比别人久 你只要活着比别人久 你绝对有机会 成为财富自由的哪一个人 这非常重要 所以我一样会提出证据来 一定要提出证据来 我们先回顾 之后会慢慢的讲到今天的盘面上 因为就是回顾会有连贯性 7月25号我提醒会员 路逛颠坡留意强中直辩 8月30号我跟我会员报告 往上后将拉回短线建高点 9月26号短线已经建高点 跟我会员做一个说明与报告 7月25号提前预告 有10天的交易领 可以跑这一段400点 8月30号提醒短线建高点 这一段500点 9月26号提醒短线建高点 这一段是多少点 是1200点 全部都有证据 都有在传证搞共和会员做报告 以及在10点半到11点这个节目 跟观众的您做一个说明 好 然后呢 在10月19号 也是提前预告 反弹将结束 不是嘴巴说说的 一定要留下白纸黑字 传真稿 跟我会员报告 反弹将结束 路况反弹之后 仍然是往下 之后呢 这一段是480点 在避开风险 一定会有所谓的证据 白纸黑字 看到风险之后 当然要掌握到机会 什么机会 当市场上全部都在 哀鸿片也在悲观的那一天 投资朋友10月26号 我跟我会员报告 交易制度改成上下10%之后 台北股市没有出现过 结晶缺口 但在10月25号 出现了久违的结晶缺口之后 对于台北股市的反弹 出现一线升级 配合美在殖利率缩小涨幅 回到正常值 这些条件有助于台北股市指稳 全市场在悲观的时候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跟我的会员报告 不要那么悲观了 我们避开风险就要懂得去找机会 看得懂行情的人毕竟是少数 能坚持行情的人 更是少数中的少数 只有少数的人 他才有机会成为股市的赢家 不是吗 11月26号是礼拜五 隔一周礼拜一是10月29号 标题改成走平后将上扬 直接改还没有涨 当时涨27点没有大涨 29号还没有涨 你还有机会布局 11月31号标题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一致性 有 并没有因为大涨或大跌 而改变任何一个方向 我这边有来继续看下去 11月1号涨了42点 我提醒的位置在这里 涨了42点 涨上去了 11月1号 位置 位置方向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方向是一致性 它有连贯性 而且它有证据 续上扬 11月2号涨61点 这个位置已经涨了一段 11月5号下跌16点 行情路况看法不变 跟我会员做报告 有回档 涨不上去 但是我认为法是往上看法不变 所以11月5号标题 方向是不是还是续上扬 没有因为下跌而改变方向 这非常重要 一致性连贯性以及证据 证据在这里 11月6号标题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续上扬 提前预告 11月7号涨83点 是不是再次验证 11月8号继续涨36点 最高到1014点 所以一来一回差了几点 9400点到1014点 价差600点 11月8号继续去上扬 但是重点来了 看不懂行情要了解行情路况 绝对不会是自己想要怎么走就怎么走 我们是要去掌握市场 而不是去做一个什么事情 而不是去做一个掌控市场 没有人可以掌控市场 只有掌握市场的人才是最后的赢家 11月9号盘中 11点40分 我刚好会员报告 行情走平后将往下 走平后往下 方向明不明确 投资本人有看一下这整段的内容 没有忽多忽空 没有告诉你支撑压力支撑压力 没有 这个方向走平后往下 后来 11月9号当天下跌115点 往下 盘中盘后传真稿 却一样是一致性的 走平后将往下 11月13号 开始来了 重点又来了 投资本人 走平后往下 你看投资本人昨天是不是往下 这一段是往下的 好 今天开始要讲今天的盘面 投资本人有注意听 走平后往下 我跟我的会员报告 走平后 我解读会员旁边上的讯息 走平后往下 航行路况往下 但是美在殖利率直升了 有助于往下的幅度不会大 提出证据来 才是重点 提出数据来看一下 要以历史为鉴 今年的农历年前后 二月份美股重挫极杀速度很快 台北股市 全球股市 极杀原因就是因为美债值的利率 往3%以上做靠拢 会影响企业的举债 会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的成长力道 大家会害怕 所以当时的股债会是全面 都是往下去做一个重挫的 当时那一段时间很难过 因为做期货选择权的人 基本上就出现一些问题 好 继续教训你才不会被第二次去解决 不会才第二次被影响到 所以图示朋友看一下 一段到美债殖利率往3%以上靠 这个如果平常没注意的人 他不会去注意 因为我平常有注意 所以一旦3%以上靠拢 我开始做什么事情 统计 它到底账量几天账在3%以上 9月份开始上下3%以上来看一下 回到正常值是10月26号 29号30号 3%3%3.03 我这边我对照一下大盘 是不是这三天 29号26号 30号 我之前说过 只要美债殖利率回到正常值 配合内支系统 因为经营是看内支系统 内支系统 波段内支跟短线的力量的内支 都有进来的话 台北股市不会寂寞 因此我可以预告 请你找到机会 之前这一段是因为美债出现问题 告诉投资品 我必看以前200点跟480点 这一段反弹的幅度不大 也是因为美债殖利率 没有回到正常值 内支波段系统 波段内支短线内支都没有进来 所以反弹结束480点 这一段幅度会比较大 是因为美债回到正常值 波段内支系统都有进来 好 那来看一下最近 昨天盘面上出现一些变化 11月13号美债殖利率 就回到3.07了 所以我昨天的传真稿才跟我的会员报告 路况是往下 可是我认为幅度不会太大 原因已经很清楚解释给电视机观众朋友的你 不过你们都是落后资讯 因为不是我的会员 你大概不知道怎么去做操作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这一段行情即便是往下 都是要做一个很扭曲的交易 你不会是放空 我都是偏多操作的 当时讲没有人认同 我在9月底10月份讲 11月份到12月份 是一个扭曲的交易市场 行情路况往下 但是个股是偏过操作 在9月底10月初 没有人相信我 可是投资朋友看一下今天的报纸 台北股市上市上柜的公司里面 已经有110家 在做什么事情 在实施库藏股 懂了吗 眼光要看着远 掌握那个东西 你才有办法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现阶段才验证 才验证我之前说的话是对的 可是当时投资朋友你是在怀疑 你是在犹豫 你是在观察 到底我说的解盘到底对还是不对 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之后下半节节目 会举出实力给投资朋友听 谢谢大家 运达同步核心超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读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花很久 花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核心超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读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花很久 花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核心超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读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花很久 花很久 02-8773-8859 水也要钱 店也要钱 还要交电话手机费 妈妈 我的水也不要钱 哪有这么好的事 因为有五岁幼儿免学费的政策呢 那私立幼儿园也有补助吗 免公立免学费 免私立补助一万五千元 哇 哇 你所得七十万元以下家庭 另有家额补助呢 要去哪里办呢 幼儿园就可以帮你办 快乐上学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维旭 那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你看任何分析家对你的交易 它是有帮助的 你看它才不会浪费 自己宝贵的时间 我刚提了这么多这一段的流程 从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 以及到现在 不管行情要往下 还是行情要有机会要反转 我基本上都是事先预告 而且看法一致提出证据 我觉得这样的分析 才是我们对于交易是有帮助的 维续是实战出来的 一直在股票交易市场上去做交易的人 今天来当头顾老师 当然有个使命在 除了贡献我的专业知识 以及我的操盘经验之外 我更希望我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不管是新旧会员 我的持股一定是我说过的 才会去做 我的绩效一定是真真实实的 我会员有 我才会拿出来讲 而且绝对不会增加 不会添油加粗 不会添油加粗 这非常重要 我期待是自己是这样一个 让我的会员 不管是旧会员 或是新加入的会员 都可以了解一件事情 扎扎实实 真真诚诚的分析 才是我们共同合作的一个长时间的合作关系 的开始 这是非常重要 投资朋友 航情路况 我刚刚解得非常清楚了 即便会往下幅度也不大 因为美在殖率率 美在殖率率又回到正常值了 加上内外支系统又回来了 内支系统 包括内支系统又回来了 短线内支系统 今天又回来了 所以即便会往下 我认为幅度都不太大了 但是我一直强调前提 往下之后我们就是偏多操作的 所以个股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不用多 你今天想要一个财富自由 此股真的不用去多 而且你要赚的是一个波段 坦白说你一定要赚一个波段 短线价差交易 现阶段这个位置比较不适合 比较不适合 你可以做波段的 你可以赚10% 20% 30% 甚至未来可以赚到5成的 何必去做一个短线价差交易 税金就贡献给交易政府了 没有必要 跟投资朋友报告一件事情 所以多数人在怀疑说 回去老师说 行情路况往下 可是我们要偏多操作 我不相信啊 为什么行情路况往下 还要偏多操作 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吗 会有例子给投资朋友听 可是我比较不会去强调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你是认同我的想法 我的理念的人 才加入我的会员 而不是看到我告诉你 买的股票是标股 或是买的股票是什么样的好股票 每天都有股票在涨 我不希望你是因为这样的情况 而加入我的会员 我希望你是信任我 了解我的操盘方式 了解而进来的 而不是一档股票有涨停板 就告诉你说好像很厉害 所以基本上我比较不会去说这个东西 我说过9月底到10月初 我说过第四季 是一个财富重分配的时间点 交易是扭曲的 不要放空 请你要偏多操作 对了再加码加码上去 你就会赚一个大波段 昨天上市商贵公司 有110家只是库藏股 是不是如我之前跟投资朋友 事先做预告的 不管是行情的方向 以及个股的操作方式 其实我都事先做预告 而且现在都持续在做个验证当中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报告一件事情 多数人因为会有什么交易的心态 他在犹豫行情 我甚至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现在又有什么分析是告诉你 财上之前的前波高点 1014点才有偏多的可能性 那你不能跌破这个红K棒的低点 9588一旦跌破了还会持续往下 投资朋友这一段时间你要做什么 你都一直在看而已 这叫分析 他在分析而已 他不是就号称有实战 可是真的有实战吗 要你就全部清空空手 可是如果你有股票在里面跑的话 你该怎么办是不是 所以我会举一个实例给投资朋友听 什么叫做扭曲的交易 什么叫做扭曲的交易 所以大多数人在怀疑在犹豫 对于行情看不懂的人 他在左右摇摆 你的分析 你看到的分析 今天涨说涨 今天跌说跌 心情永远都不定 交易心理素质不够强的话 他如何带你在股票市场上去 操作 甚至让你做一个财富自由 甚至让你做一个财富从分配的 一个领导人 改变是需要你自己来做决定的 不会是我强迫你去做一个决定的 但是你一定要找一个认同的 这个观念的投资朋友 认同这样的老师 你去跟随他 去学习他 他为什么交易心理素质 会比我来得强大 来得坚定 他为什么看行情 不会因为忽掌忽跌而影响 交易 有些交易是这样 每天平凡做交易 啪啪啪啪啪啪 每天发好几空口讯 平凡做交易 我认为好的交易的品质 现阶段是要做波段 我要切入的点 是认为已经发动的点 我只在乎能不能做合理的交易动作 我不在乎那个价位 多数人是迷失在那个价格 所以你没办法前进 你鼓足不前 投资朋友 换一个角度想 那个位置如果是适合的交易动作 不要去管价格 你自然而然你会发现 你在交易市场上你不会被束缚住 多数人必须输 不是你们技术分析不好 很多赏户的技术分析 是很好的 程度是很高的 解释为什么多数人必须输 因为没有人带你做 没有人带你做 像大盘一样 过了1014点偏多 如果没有过1014点往下走 低点9588破了之后会放空 那很多个股又跑了一段 你要做什么 没有人带你做 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做 金像店 11月16号我跟会员报告 也跟观众 电视机的你 跟你做一个说明 金像店 我认为走完ABC之后会走12345 会走12345 你看金像店 ABC走完之后 是不是走1 2 开始走第三了 走第三段了 投资朋友 是不是我之前画给投资朋友看的 位置是不是差不多 投资朋友对照一下 位置是不是差不多 重点是什么 我不会让我的新会员跟旧会员的持股不一样 一定是一样 我一定会找得好时间点让他介入 不会每天买 我交易动作真的不多 因为我认为要爆破断 我就要等一个多头的破口出现 进去买 那有时候买会怎么样 有时候买不见得当天会涨 可是我只在乎我当时做的动作是不是合理的 有时候真的大部分时间买了 他不是马上涨 他不是马上涨 可是我只在乎我当下带会员 做的动作是不是合理的 所以该进则进 该退则退 因为有根 你交易才会无所畏惧 这是心理素质的话 看得懂我在写什么 你会觉得心有七七言 11月14号今天9点14分 我跟我的会员报告 新会员试驾买进2368金箱店 以持有的会员不需要买进 9点14分发的勾讯 位置在这里 11.2 买完之后 涨停 今天涨停 购后员9点48分 上节目之前 购后员报告金箱店涨停续报 就是今天 9点买进的 9点 9点开完9点多买进的 后来涨停 跟投资片有报告 我不知道它后来现在会涨停 可是我只在乎 我当下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合理的交易动作 如果当下要做合理的交易动作 我就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该进则进 该退则退 因为有根交易无所畏惧 我当下应该要进场 才是合理的交易动作 我就该进场了 别去管价位 所以后来它涨停了 所以它后来涨停了 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 交易它是扭曲的 大盘行情往下 可是个股是偏多操作 个股是偏多操作 举这个例子 跟投资朋友报告 之前也会给大家看的ABC ABC12345 我的会员就会员持股 获利已经超过一成五了 可是刚开始没有人带你买 你根本不敢买 包含今天新进会员 也是买了就涨停板 我不是跟投资朋友说 涨停板才跟投资朋友讲 因为我的会员应该很清楚 我们自己的持股 是不是很精简 新会员或是想要加入我的人 你们还在犹豫 还在质疑 还在想要不要拿起电话的时候 基本上你在行情里面 你占不到任何便宜 因为这个行情很难操作 要赚钱 股票不用多 一档两档三档 然后买对一直往上加码 基本上你今年的财富重分配 就已经达成了 不用买到很多 不用去乱枪打鸟 也不用买很多 也不用做短线夹差销 一档两档我们掌握住了 基本上就够我们赚了 我是高伟区 做大家操作顺利 获利满满 广告之后有兴趣 想要了解 可以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公司线上主席做联络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运动财经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事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谈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尽情锁定运动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卜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卜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同步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卜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同步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新法的改革